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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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那众人就是很多人 那也是很多人的集合 所以政黨也好 政府也好 就是很多很多人的集合 用一個團隊的力量去運作 那我個人其實在那個年代 其實很出來選立委的時候很單純 就是他沒有筆了 他沒有紙了 不能出雜誌了 我用我的語言 用我的質詢 用我的行動來去爭取 因為我是認同的 而且支持的 而且深深的感受的 就是說過去我自己以為的幸福美滿 所有的價值觀 我覺得我過去的那個 在中產階級長高公司 我知道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真正的自由 我沒有真正的 人跟人可以懂得互相尊重 那很多你追求的東西到最後很可能 就像沙灘上的城堡一樣很快 雪一沖就沒了 那到最後其實都是通通都是空的 所以現在我們能做就趕快 就不要讓你的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一樣的痛苦 其實我的出發點就算很簡單 爭取的就是希望這樣子 那當然政治的話 你就說一定要參加一個政黨 你參加一個政黨 其實我是屬於那種不太像 我做了這麼多年的政治人物 很多人來說我太像政治人物的政治人物 就是就是不太像 做官也不像官 也沒什麼大的關鍵 就是他就是這個怎麼講呢 西裝穿起來當然站在台上 你就是要那個樣子 可是走下來就是這個德性 你要怎樣 就是一生人知道 可是那時候就有點帥性 那時候就覺得說 黨內有很多事情 像我想一生一生一生 我就覺得我們民進黨很討厭啊 有什麼派系啊 就很討厭 那有很多人叫我參加派系 我就說啊政黨人物 他不屬於任何派系 那我覺得我就是跟大家 就把政黨人物在一起 所以我不能參加任何派系 我也不會參加任何派系 我也不想參加任何派系 因為覺得太複雜 因為我覺得我們只有一個 一個party 就是我們就是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應該只有一個 不應該有 團隊之下還有ABCB派 太太到最後 你你認同什麼 你是以一個party為主 還是以我的派系為主 今天如果我是A派系的話 我可能我先考慮到我A派系 再去考慮我這個黨 我可能考慮到我為什麼要參加A派系 因為我很害怕 我不參加A派系 我可能會被怎麼樣 那有我 有我 我害怕 我擔心 我想要 對我來講 從政是因為一個因緣機會 因為是鄭先生 那我的出發點也是 沒有這個也無法 對我來講 這就是一個工作 這是一個工作 是一個承擔 是一個責任 你立法委員 其實我後來是走不回去了 為什麼我沒有廣東是回不去了 所以我就選下去 因為我選了A屆我就不要選 然後也很清楚 我覺得做公眾人物 做公眾人物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責任跟很大的負擔 好 那你可以不要做最好 好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因為 我非要這個位置不可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參加某一個派系 我要參加某一個派系的時候 我就為了這個派系的利益 跟黨的有的時候會衝突到 好 所以 那我怎麼看 我怎麼看政治 我覺得政治其實是一個現實的 利益的結合 對很多來講 我拋開我自己 就是一個現實的利益的結合 那是一個實力的 你政治沒有實力 你只有講 那個誰常常在講 你慈悲沒有力量 那是一個最悲劇 你有慈悲 可是你好有力量的時候 其實是政治 尤其是如此 你說你是講實力的 國民黨講拳頭講什麼 可是政治有的時候就是 派系跟派系 他在講實力 尤其遊戲規則是算人頭的時候 你就是算人頭要多 所以就去找很多人頭黨員 就很討厭 人頭黨員可能投票的時候 就一堆那種穿著高跟鞋 像以前那個高雄那個 朱某某的那個黨員 哇那是酒店的小姐 長成要投票的時候 巧不穿著那個薄紗的 然後這麼高跟鞋 去投票 我覺得那個東西沒有意義 那東西其實政治就是很 很現實的 講實力的 坦白講 我其實是一個 應該請醫生來講比較對 一個我覺得是 我講所謂的政黨 從政的 可是政治是 政治是應該大家來關心的 我要說的是 如果我自己從政的經驗 我認為台灣的政治要有成長 要有進步 要真正的有走上一個 現代民主國家 公民意識的國家的話 是每一個人都要關心政治 你不見得要投入去做政治工作 專業的政治工作者 專業政治工作者 可能必須要被迫參加什麼 被迫參加什麼 為了自己的工作 為了自己我講的話好好聽啊 要成就什麼 要完成什麼 但是事實上有很多就是 公民的自主意識的時候 你要關心所有的事情 比如說 你不要認為說 我們現在聽到很多人 哎呀政治就臭臭 政治就殘酷 政治就現實 沒錯 你在某一個角度來看 好像真的 你是從政治工作者 他在互相的進足職位的過程裡頭 你可能會覺得很現實很殘酷 很瘦 各種手段都有 有 可是也有很好的 對不對 你不能一窩打擊 一窩架打擊 可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每一個人要來關心公眾事物 政治其實就是公眾的事物 公眾的事物的話 不要聽到 不要說禁止啦 不要說禁止 跟我們不說禁止 就是很情歌的 說禁止發生的事 對不對 要不要這樣 這樣 水貨要不要這樣 油價要不要這樣 這是不是政治 這跟你的生活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它是不是政治 它是政治 你小孩幾歲可以投票 這個是政治 你看得出來 因為想要投票 可是你周圍的環境 你的環境要怎麼像各位在做社區的工作 就是在關心公 社區 從最基層的社區做起 就是在關心 社區的裡頭去做很多的自主的教育 所以大家怎麼樣抗拒 買掉的誘惑 里長要帶你出去玩 叫你投給誰 你可以出去玩 可是不要投給誰 因為那個錢可能從那個人來的 他將來他要賺回來 大家要有這樣的覺知 要知道就是說 你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他給你什麼 哪一天 他還是要拿回去的 他拿回去的 他給你五毛 你可能要付出五百倍以上 就是這一種自主意識 你要了解 比如說飯和運動 飯和好像很政治吧 大家聽起來感覺 這個是政客在辦的 其實是很多的生育團體在辦的 那很多生育團體 就是說政治人物不要參加 那其實也不見得正確 其實就是大家都來參加 你不要認為你是什麼人 你就來參加 那人一個人一個人走進一個行列裡頭 表達我們對核電的不安 我們對乾淨的綠能環境的期待 當你可能有空 沒事 你沒事 你沒空參加 你在旁邊給他鼓掌 那也是一種參與 你打電話給你的朋友說 不好意思我沒有參加 可是你去參加我 非常謝謝你 那也是一種參與 就是關心 我常常也跟很多小朋友講說 政治是大家要來關心的事 我如果看政治 其實我在看公民社會 是需要有一個成熟的公民教育 成熟的公民教育 就是要大家共同來關心 你周遭發生的公共的事物 公共的事物它包羅萬象的 從你的家庭到你的社區到你的社群 到你的整個都市 到你的整個 整個的這個 整個的一個一個大的大區塊 到整個的國家 到整個國際社會 到整個國際社會 你就是在整個 整個 global 的社會裡頭 你是其中的一個 member 你要盡國際社會的一個成員的責任 這也是我們作為一個公民社會 應該要有的一個覺知 不要覺得說 那個事情距離我好遙遠 那跟我無關 你可能還是要去關心 比如說暴力分子 為什麼要去那個 你還是要關心 所以我跟很多小朋友講說 到這裡 然後我只跟你們講 看報紙不要只看年紀新聞 請你看一二三四大 那你看那個網路新聞的時候 你不要只看一點 就點到影劇 或者偶像 請你去看偶像 看看地方的新聞 或者是政治的新聞 去了解一下 可是也不要相信我的話 我告訴他們 我講的話 不可盡興 你要去多封評比 多封觀察 你要學會獨立判斷的能力 你要自己去判斷 我講的話不見得對 醫生講的話也可能有偏頗 你自己去判斷 你把很多東西看一看以後 反正我看這個杯子有鈴有角 那個杯子有花有草 可是這個杯子看什麼都沒有 那你要怎麼判斷 你要獨立判斷 要客觀的去分析 所以我覺得政治是大家來關心的事情 今天大家走到這個地方來 榮獲這個跟政治無關 這個是對台灣歷史發生的一個事件 發生點 大家來認識 來瞭解 跟我結緣 但是其實很多事情 大家也來一起思考 思考我們如何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 能夠獨立判斷的 而從而去影響別人 也能夠來獨立判斷 那麼作為一個社會上 一個公民社會一個盡一份責任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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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